这些评价机制 然后管理机制 你加了多少 多少加多少标签 然后这个 像最近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个 美国有这个 两千个医生吧 合起来联名 要说 他反抗疫这个网络上一个医生评价的网站 因为那个 很多人看医生 有时候这个医生不好 医生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他这个 这些人都是病人 他都不是不专业的 那他来评价医生 医生觉得被 那里面事实上没有错 里面有一些评价 有些医生只有三个评价 都是很好的 你能信任他吗 那三个评价搞不好都是他的 亲戚朋友 三个护士 或三个他自己自己的 那帮他做个评价 所以你能信任他吗 或是 那有人 可能有的医生 可能他碰到了一个 这个 医学人都是统计的 他碰他 他不小心碰到一个 或者态度特别 或个性特别奇怪的病人 那其实他已经尽心尽力了 可能给他评价 评价很差 对 那这个 那像我 像我走上 像我自己上 外部的课上了很久了 对不对 那同学每一次做 做这个 教学评量的时候 那会怎么样 我都 其实都非常清楚了 那每年都差不多 可是每年差就会有差距 那差距在哪里 每年差距会差到 像有345 对不对 有那差距有差到0.5 或差到1 差距很大了 那我上课其实每年都差不多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那 那差距会差在哪里 大家猜猜看 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 差距差在助教 助教认真的 助教认真改了 助教猜了 那差距还蛮大的 那助教 有的时候混的 助教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这也影响了助教的评量 可是它对整个课程的评量 它是有差距的 所以这个到底评量的好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为什么要大家 专题的时候要互相评分 要学习会评量 那像医生就有这种事情 另外更有一个 已经几乎10年的网站 在美国有 台湾有 PTT上也有了 在美国是叫 Reach my professor 对每一个教授 像我认识的这些 我都想去看一看 有的很好玩的 就像美国每一个学校 他这堂课怎么样 怎么样 他有一个这个网站 很久了 那修科的 台湾在PTT上 我也有警告过大家 不准在上面 去写我是好老师 好老师是很侮辱的话 好老师就是代表说 很好过 所以我会去看的 以前是在 那个 阎林站 阎林站是最多的 开玩笑 但是这个 不准去写 写到写 写那个 那种很丢脸的事 沛上面写 写好老师 有些是很好的 有些是要写到好过 或是不考试 这个 这样就可以 那种事 所以这个 rating是很重要 所以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你去 rating 你要去 rating这个 一个 那 那他的机制 提供给你很好的一个机制 让大家 我让我公司员工 我的业务的人 我是做这个业务 我负责这一块的人 我是这个部分的强者 我的 rating跟别人的 rating就不一样 那直接你都可以做设定 那 那这个部分 那 rating完以后 或这个 资料收集完以后 到中间有什么 transform and mix 这就是做match up的 中间这一段 中间这一段 很多information resources 它一开始是在 在下面 被发现了 打散了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 那你就 它提供很多这个管理 跟design的tool 所以就yahoo pipe 跟google matchup editor而言 它只是在这个中间的一个 一个tool而已 在IBM的眼光里面 IBM想的比较多 所以它它只在中间的一个tool 然后当然也上层有一点 可是 它真的刚刚 你要transformation mix的一个阶段 然后这个 合起来 mix起来 那到最上面呢 assemble and use assemble and use的话 事实上它的最后 我们要用到的工具是在这里 这个match up editor的 这个lotus measure的工具 事实上在最后 assemble跟use的这个阶段 那然后你就把这些 remix的这些asset 它叫资产 然后在这里组合起来 来再使用 那这个是 那这个介绍它的 哇 这个我就不一一的谈了 有些我已经谈过了 它对可靠度 所以很多东西它都考虑到 对整个企业的 这个它的feature 好像它的好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view是超过 超过了其他的view 就它的眼光看到的已经是 一个整体了 一个不只是你在组合而已 它从最破最下面的 然后中间会碰到各种不同的管理的问题 评估的问题 可靠度的问题 它都已经帮你想到了 那整个matchout里面的功能 那这个它的一个分类 包含了最原始的这个feature cad lock 然后安全的考量的 transform mix hub service source management 这都有了 source management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 我最主要是 enterprise for main source 说这个 就我最 我最原始的资源 就是我自己公司里面的核心资源 所以我自己公司的资源 从哪里来呢 我的资料库 我的顾客 customer relation 我的l-depth 我自己的公司里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公司的原始资源是之一 那还有一些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呢 还有一些资源就是从 从一些 比如说我员工里面的 excel的档案 或是这一类的 这个各种不同的web的 这个 share point 等等等等 my sequel 这些 这些 departmental and personal assets 就我可以 我自己在公司里面做事情 可是做的事情 有一个东西 我不是在公司的系统里面 我自己 我自己做的一个整理资料 这些东西 也可以一起汇集 我有个客户服务 有个客户打电话来 我处理的状况在这里 可是我另外 可能我自己一切资源 我自己一个档案写 这个客户很多说 没事服务他 我要讲20分钟 那个客户 OK 我每次服务他 三分钟解决 可是这个东西 你会把公司资料 通常不会 那这个如果是在这里的话 可能是另外一个 annotation 注解的系统 在这里 在这边 把它给都都整合进去的 然后网路上的资源 网路上资源 那不用讲了 网路上Google 等等 或是这个各种别人的 news 跟你相关的 通通可以整合进来 跟你这个产业相关的 跟你学习相关的 这个 然后到hub里面呢 hub就变成fee的 hub里面就是 我刚才提到了 performance管理 caching logging 这个 auditing 统计 tagging ranking ranking rating 就是我的评价跟排 排顺序 各种管理的服务 都在这里用 那transform transform就把它 把那些零散的资源 drawing跟mix 起来together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当然这个 各种不同的 involting feed 要加 filtering 这个 你看这很像 有一个洋务派里面的 一些功能的 annotate annotate 是加注解 很多东西 我不是主要 只有在旁边 我做笔记 做annotation 做笔记的 这个 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客户服务 那如果 有某些客户 他每一次都 他整个是好人 可是很啰嗦 他是坏人 很不啰嗦 等等的 那这些都 都这个 merge 等等 publish 这些都在这里 security的话 我想这个 access control list 哪些可以用 哪些不可以用 这些 谁可以用到哪些 谁可以不知道 那一定要做的 我不能说公司里面 所有的 所有的资料 可以使给所有的人用 那很危险的 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这个 城市给所有的人用 事实上有一个很主要的软体公司 台湾的 这个我就知道 他们后来做 rule based analysis 就是以角色为基础的 security 就是你这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是一个在安全里面理论的model 我有一个研究生做这个研究做好几年了 那以角色为基础 那他有他理论的基础 就他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是蛮大的一个公司 他发现他们公司里面最有powerful的一个人 在系统里面什么都可以用的人 除了这个执行长 就总经理之外 就是某一个秘书 他什么都可以用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他们那个系统 每一次需要代理人的时候 谁代理谁 他这个 这一个老板不在 这下面的这一个经理代理老板 他经理不在 下面一个在代理他 那那系统里面他叫申请 谁代理谁的功能就比较多了 谁代理谁的功能 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可以用程式 你可以看 data就比较多了 结果这个 几年下来 某一位秘书他是 他可以掌控 几乎是整个软体系统里面 他什么都可以做的 因为他都代理下来了 他的账号是公司里面最powerful的账号 这个就是 这secure已经出问题了 就这个 然后感觉代理没错啊 我不在的时候 下面曾代理 我不在的时候下面曾代理 我请假 我出国 或者我出差 等等的 然后结果最后